好 记在台中高雄巡回之后 2023全台圆摆巡回铁道节 12号起来到圆摆花莲站 花莲站以夏日铁道去为主题 带来满满的铁道模型 吸引许多试托孩童的目光以及好奇 市长魏佳燕也在模型老师导览之下 一起怀旧记忆当中的铁道风景 远东百货和模型师徐志刚合作 2023圆摆铁道节全台巡回展 第四站来到圆摆花莲店 12日下午举办开幕 18座铁道模型包含台北机场 彰化扇行车站 高雄港北号制到台东泰马里平交道 将全台铁道美景 尽收在馆内一轮后门及B1展出 细致的铁道和接近人物 让大小朋友和市长等人 都看得哲哲称奇 也走进怀旧的铁道记忆 远东百货今年夏天开始 就展开了全省的夏日铁道节的巡回展 那很开心的在实际上第一站 就来到我们花莲 因为花莲应该是 最受观光客喜爱的城市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这个活动能够唤醒 所有旅客 从小时候被铁道的经历 那借由铁道 能够来慢慢的品尝我们花莲 其实我们都知道 做模型非常的辛苦 你要有刷旧的设计 然后还有一些战损的部分等等 那可能还有一些做破具的部分 然后还有火车的一些色彩 都要相当的一个用心 来做一个彩绘 那也希望说大家 在这几天 有空可以到我们远东 或可以看看 那么好的作品 那也希望说 所有的铁道迷 走到花莲以外 也可以来这边看看 这些展览 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铁道风景 一直在改变 那我希望留下的是 大家一起的早期的记忆 那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希望就是说 用所有能够现有的科技 去重新去制作 我以前的记忆的东西 那我相信 如果说今天 我能够感动大家 那我当然 我对我来说 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整个风格 就是 应该就是感情的一个流露 这样子 因为花莲几乎段 它跟高雄几乎段 是同时建设的 所以他们两个样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花莲的几乎段在那边 然后我还有做一个台东的 太马里 它是我们说的 樱幕花道平交道 然后它放在电视里面 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圆百花莲店花莲站 夏日铁道区 将展出至7月24日 圆百花莲店也吸手 阿龙诗文化工作室 展出1950至1970等 旧时铁道的花莲记忆 并规划馆内集张活动 及其藏在馆内的四座集张台 平原版APP画面 即可兑换火车罩行水 以及神秘的特别礼物 让民众在体验趣味集张的同时 也能认识华莲特色车站 欢迎民众趁着暑假 来馆内欣赏精致出神的铁道模型 借着讲邦言华联士报导